皇上息怒 臣是一介武夫 说话不懂得婉转修始 并非有意冒犯 臣是真心希望皇上 在武功和打仗方面 可以早日超越臣 臣就可以将国家的军权 交还给皇上 奥亲家 你一向为大清 为朕尽忠 朕很清楚 虽实不相瞒 你是众位大臣之中 这最静养最静悟的一位 臣不敢 臣只知尽忠报国死而后已 皇上 臣今天带了一样东西 想请皇上过目 什么东西 这是陈派人研制多年的杀人武器 写低子 经过我的改良 可以在百步之内取人手机 百发百中 用来对付乱党 最好不过 这么厉害 是不是吹你 皇上 阁阁 请退后一切 让臣示范给你们看 花纲石塔都像豆腐一样 轻易被切开 人是血肉之躯 碰上血滴子可强而至 好可怕 今后有了血滴子在手 就顺我者生逆我者亡 臣读的书手 又说错了话 臣的意思是说 今后顺皇上者生 宁皇上者亡 这个血滴子 是专门为皇上而研制的 谢谢你啊 那你以后要好好利用这个血滴子 为国效力 哦 那是当然 皇上刚才说 在武功方面很快就可以超越臣 臣就等着这一天 好 你以后再能做的事情也只有忍了 小眼睛小鼻子小耳朵的小人小跪子 向皇上请安 老拜 打死你 小跪子接招 不准闪 这里的心情不好 任我打 没事吧 没事 皇上有没有舒服一点 辛苦你了 不辛苦 皇上舒服 小跪子就舒服了 今天到此为止 明天再练了 皇上 小跪子有个提议 什么提议啊 刚才我在想 如果每天都只有我跟皇上两个人练 恐怕皇上无法练出一夫当关 以依敌众的武功 不如多找几个人来跟皇上一起练 找什么人 这样吧 不如皇上就 赐十八个小太监给我 由我来训练他们 训练他们做皇上的假想敌 皇上的假想敌越多 相信会进步得越快 好 真就赐你十八个小太监 给你一个月时间训练他们 够不够 够了 谢皇上 以后就不用做你的出气筒了 凉凤有幸秋 月无边亏我思旧 这情绪好比度日如年 虽然我不是玉 古灵风秀 大梯 常让我有广阔的胸襟 加常见的被玩 小跪子你好大胆子啊 静跟着你们偷懒 上吊也要喘口气啊公主 我不管 给我玩 要玩什么 玩打架 上次是我让你 所以你才会赢的 你是不是皮痒啊 好说歹说 我也是个高手啊 这么不给面子 打呀打呀 这什么 免打金牌 什么免打金牌 先皇欲赐的 父皇最疼我了 少说我调皮 他们被母后打 先皇就赐给我这个免打金牌 任何人只要拿了 打这个金牌的人 就得人头落地 所以呢 所以啊 只有我打你的份 没人你打我的份咯 去 我就不相信世界上 有这么不公平的 好啊 好吧 继续啊 流血了 我不玩了 接住 你又再说玩啊 小跪子 现在你手上没有金牌了吧 去啊 凉 凉 凤 有 幸 敲 越无边 亏我 四 敲 的情绪 毫比 痛 远 远 远 虽然我不是 远 树林 风 下 撒踢 荡 但我赢 放过 的胸襟 加超 剑 的 被 弯 哎 哎 姐妮公主 姐妮公主 哎呀 我太冲动了 大公主 我死定了 小跪子 什么事啊 我还要 还要 不会吧 还打不够啊 自从母后没有打我之后 就没有人再打过我了 没有人够胆打我 你今天竟然够胆打我 打我的时候 好有男子气概哦 你神经病 居然喜欢挨打 我不是喜欢被人家打 我喜欢看你打我样子 好英雄哦 是你说的 我打不下手 为什么 肚子饿了 那我煮饭给你吃 吃饱再打 吃饱再说吧 汤就快好了 你先吃点菜啊 快点 快快快 菜闲得要命 等着鱼翅来复口 哎 不喝了不喝了 过来帮我抓两下 好痒啊 我有告诉你是被养吗 是啊 我被养 对不对 另一边不对 我有告诉你右边一点吗 是啊 右边一点 谢谢啊 低一点 左边一点 再低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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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舒服 想不到你还有一点 做贤妻良母的前例啊 真的吗 哄哄你罢了 干嘛那么开心啊 你怎么叫嘛 你干嘛 我在听你的心跳啊 世人都会有心跳 哎 没有心跳就会死人了 我从来没有听过人家的心跳 你想要听 谁敢不给你听啊 我才不要听那宫女孩那些不男不女太监的心跳嘛 每天像哈巴狗一样那样缠着我 听归听不要乱摸 那你母亲太后呢 她 她这一年多来都很少跟我们聊天 就算聊两句 她就说她累了要回寻仅宫去休息 那皇上呢 皇兄他真是那么烦满 我也不敢吵他 嗯 你还真是挺寂寞的 根本就没人理我 关心我 我觉得啊 我就像一只没有妈的小娘 没关系 你有朋友吗 我做你的朋友 我关心你 我理你 那建宁公主就不是一个寂寞的公主了 真的 嗯 你喜不喜欢我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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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点 只有一点点啊 我不可爱吗 可爱 只是有点刁蛮呱躁 小气乌鸦嘴罢了 我只问你 你喜不喜欢我吗 我 我好像喜欢你 可是 我不可以喜欢你 为什么 因为我心里已经有另外一个人了 谁啊 叫什么名字 坐在哪里长得漂亮 他叫小金鱼猪的杨舟跟你同年 说他美他又不是那么美 说他不美他又挺美的 你不要哭了 我真的不能喜欢你 我答应过他要娶她的 但是我同样可以很关心你很疼你的 真的 对 就好像妹妹一样 不是妹妹不是妹妹是好朋友 比好朋友更好朋友的好朋友 那我跟小金鱼你比较喜欢谁 那就他多一点了 嗯 不准哭 对他很羞 不能再讲下 怎么都是小金鱼多一点 就算只是多一点点 也要他多一点点 嗯 多这样一点点 这样也行 那不如这样吧 如果你乖呢 这样我也可以接受 真的 嗯 嗯 啊 糟了 你看吧你看吧 煮汤还在哭 煮得干掉了 没汤喝了 哎呀 黑口也好嘛 小贵子 你好大胆 竟然叫格格万斤之体煮汤给你喝 哎呀 不过汉是 是我自己要包的 格格 宫中有宫中的规矩 时候不早了 请格格早点回寝宫休息 免得奴才被人责怪 谁敢怪你啊 人言可畏啊 好吧 喂 把汤喝完哦 来 小子 你还真有办法 挂啊 杰总 有事做 有事做 上次偷不到四十二张经 今晚要你再去偷一次 不好吧 随便你了 看看自己左手脉搏的毒气 现在已经渗住到你的心脏了 七日之内无法尼铁毒的话 你的五当六府就会破颜而亡 麻烦 那我去 速去速回 大白天怎么去啊 今晚再去 哇 原来他有阴谋的 黄娘阴阳怪气的 我该怎么救小宝呢 海公公 慈宁宫虽然很大 但是我上次去找不过 找不到 这次去 也一样找不到 试着找那些暗阁嘛 说是暗阁 我又怎么找得到呢 四处墙壁敲敲 看看有没有密室 去 有没有人 有没有人 是谁 你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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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沐浴更衣 帮我准备一下 是 不知道是走运还是不走运 整天都要进来 每次进来都有东西看 你们退下 是 他皮肤这么光滑 毛孔这么细嫩 怎么也不像 见您那个 刁蛮公主的娘亲啊 难道是后母 不能看 不能看 偷看人家洗澡会长 针眼 谁 帮我 铁心 撲 冬 王 冬 冬 艱 冬 是时候开溜 是谁 天后急下 天后急下 奴才告退 大胆奴才 擅闯我慈宁宫 可知这是死罪 奴才小贵子 叩见太后 你鬼鬼祟祟进来 到底有何目的 目的 就是见你啊 由于小贵子新进入宫 听人说 太后您花容月貌 世间有物 所以就壮着胆子 进来看看太后 是不是美得那么 那你今天看到了 看到了看到了 太后的骨架 真是没有缺点 得天独厚 高挑的 胜在单骨 皮肤滑嫩 却不起镜面 太后太棒了 那你今天 可以死得其所了 你不想知道 是谁派我来的吗 谁派你来的 不就我自己 是我自己想来的 我想你一定是想试试 我的画骨棉掌的厉害 画骨棉掌 听过 听过 中了会怎么样 中了我画骨棉掌的人 会全身化为血水 而且还会死得很苦 那么奴才还是决定 实话实说好了 奴才是海大夫派来 偷东西的 尽到就偷 偷到就走那种 偷四十二张经 太后真是 真是 是啊 海大夫已经害死了 七个蠢才 今天 你就是第八个 谢伯公 皇上驾到 儿臣给母后请安 皇上 这么晚来到慈宁宫 是不是有什么要紧事 因为我听 建宁公主说 母后最近身体不太好 所以 特地来向母后请安 皇上真是有孝心 朝政这么繁忙 还如此关心我的身体 不过我今天是真的很累 皇上 不如早点回去休息 明儿一早再来 母后 儿臣明儿一早 就传太医过来 给母后诊治 好吗 谢谢皇上 那你们几个月早点休息吧 扎 一个小太监 居然有这么好的武功 怎么刚才 我想要杀他的时候 皇上会忽然来请安 这么奇怪 这件事 一定要早点通知教主 母后真的跟从前大不相同 皇上真是英明神物 没有事情可以逃过皇上的双眼 模样啊 是越来越年轻 可是有时候看起来觉得没什么分别 真是搞不懂 说啊 太后的样子啊 顶多像皇上的姐姐 你说慈宁宫里面机关重重 那是不可能的 母后从前体弱多病 弱质鲜鲜 你现在却说他变得武功高强 那更是不可能嘛 皇上您的龙头龙脑 转得真是快到 双双声 很快就可以想通了 小贵子 自从你来了之后 朕整个人就变得开心多了 你这么说我会受宠若惊的 皇上开心 小宝就开心 不过不知掉过头来会怎么样 如果小贵子有一天皱眉头的话 朕也会陪他皱眉头 谢主龙皱 不过不用担心 皇上还有海大父 跟建宁公主可以信任吗 海大父为人阴险 加上他跟太后不合 而且有时候留意到 他的眼神好像藏了很多东西似的 真是不寒而栗 傲拜又凶 太后又凶险 海大父双眼藏了东西 那皇上岂不是三面受敌 还不止呢 还有台湾正家卫平定 云南 福建 广东三地 吴三桂 尚可喜 耿真中三个人蠢蠢欲动 还有北面的俄罗斯人 屡次侵犯我尽 朕真是觉得内忧外患 小宝真希望能为皇上分忧 小宝你是不是有颗良策了 依皇上所言 眼前摆着有八大敌人 排名不分先后 既有敖拜海大父 吴三桂三人 台湾正成功 以及那盘俄罗斯牛肉炒饭 依小宝于见 觉得最好莫过于让他们 自相残杀 你看他不妥 他看你不顺眼 你打我一拳我打你一巴掌 打仗就劳民伤财 越打越穷 越穷就越要打 最后皇上坐享愚人之力 国泰民安 天下太平 愿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好记 谢主龙记 你负责搞得他们自相残杀 我一个人负责 是啊 把这八大敌人击破 先搞定敖拜跟海大父两个人 一个月之内 我一个人帮你把他们搞得散满一地 不用一个月 你说几句话就已经搞得满地都是了 什么 花生壳 是我的吗 还装蒜了 快捡起来 叮叮生败 对付敖拜也是我 捡花生壳也是我 不必这样吧 只是出来换口饭吃罢了 祝教主先父永祥 寿卫天祺 祈禀教主 刚刚收到龙尔飞鸽参书 教主 是不是龙尔又有什么新消息了 没错 龙尔说他到今天为止 只拿到一本四十二张金 他假扮太后 潜伏在皇宫已经两年 如果我们再拿不到其他的四十二张金 得到朝廷龙脉的秘密 我们也就无法配合平西王 共同起兵的计划 教主 龙尔上次回信说 皇帝同宫里一些人 已经对他有些怀疑 我恐怕龙尔身份 至少会被拆穿 轻功莫乎昌龙 我真有些为龙尔担心呀 废话 不能完成任务的弟子 就算没被人杀死 回来一样会死 是 教主证明 马上回信 将他加紧行动 同时提醒他 身上的毒就快到期了 如果再拿不到那几本四十二张金 我不会给他解药吃 请不吝点赞 你想要怎么样 你很怕我吗 我把你关在这里两年 给你吃好的用好的 我根本就没有打算要伤害你 太后 老二姑娘 你千万不要伤害皇上啊 我为什么要伤害他 我假扮你的目的 只是想要拿到四十二张经 我已经给你了 四本里面 我只拿到你那一本 毕书房那一本 我怎么找都找不到 我知道有一本在敖拜的手上 但是最后一本 你还没有告诉我在哪儿啊 我真的不知道啊 我真的不知道啊 你再仔细想想 如果你告诉我的话 我就会把你放了 你不是很想见你的儿女吗 皇上真的没有说过 你相信我 皇上真的没说过 我给你三天了时间 如果你再不肯说的话 我就先杀了借鸣 千万不要 我求求你不要啊 老二姑娘 不要 不要啊 千万不要啊 是 怎么办 你们应该怎么办 你应该怎么办 这就是 是 我 你也不会 你应该怎么办 你真行啊,小贵子 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就把他们身手交得这么好 如果我们不是得到皇上精神上的支持 言语上的鼓励 哪里会有这么好的表现 他们学的是哪一门派的功夫 他们学的不就是少林十八罗汉镇 十八罗汉镇 当然了,跟真真正正的十八罗汉镇相差很多 皇上只给了我一个月的时间 不过我很满意啊 以后就由十八罗汉镇来陪我练功 从今天开始 战 戏班小子都可以变成十八罗汉 小玄子真是好骗 皇上始终是烦人罢了 买了买了 买了就平手 买得多赔得多赔得多 买得少赔得少赔得少 离了手可以再买 买得多赔得多赔得多 买得少赔得少赔得少 开了,围帅 下,下,下 全都给我出去 太后急将 太后武功 小玄子佩服的五体投地 愿太后慢睡慢睡 慢慢睡 滚过来 哦 不知道太后有何吩咐 小玄子一定响响声为太后绊道 帮我去御书房那里 拿皇上的四十二张金来 又是十二张金 是四十二张金 海公公叫我去你那里偷 你又叫我去皇上那里偷 究竟有多少本要偷 总共八本 御书房那本就全靠你了 如果你找不到的话 你知道后果是如何 那小玄子就给太后 剁碎切丝抹粉 喂乌龟就是了 择日不如壮日 不如马上就去好吗 我在慈宁宫等你 如果你三斤不来复命 我就会去找你 这一次我不搞得你们鬼打鬼 我就不叫韦小宝 我去找你 有道理 既然叫我来偷 一定在御厨房里的 四十二张经 小贵子 你在这做什么 皇上 这么晚还没睡啊 我问你在这做什么 小贵子睡不着 所以想来这里 跟皇上借本书看看罢了 睡不着 可以找见您公主啊 见您公主 咦 咦 什么 咦 还咦 不是 此咦不同彼仪 怎么你的声音 跟你皇兄如此相似 我只可以像皇兄 我可以像任何人 是不是真的 当然咯 那你教我 好啊 除非 不用除非了 我不学了 问你个问题 你从小到大都在宫里 如果你想把一样东西藏起来 不让人找到 你会藏在哪里 树 皇宫里面有成千上万棵树 随便找一棵埋下去 不就行了吗 不过啊 你要记住那棵树啊 是啊 你想买什么 我想把你埋了 多谢公主咬咬 小桂子向太后请安 愿太后吉祥 平身 谢太后 你们两个退下 小桂子 那边四十二张金呢 找到了 给我 事关重大 我已经将它收在一个 极度安全 永世无忧的地方 我最讨厌人啰嗦了 把金交出来 啊 糟了 刚才我踩到一块香蕉皮 撞到了脑袋 忘了摆到哪去了 你到底想玩什么花样 只不过小宝的记性真的很差 而且越怕 越痛 越彷徨的时候 我就越想不起来了 我看你是想死吧 不是 可是不管如何 我都要死了 我中了海公公的五毒掌 如果过两天还没有解药的话 我的肚子里面就会生一些蜘蛛 蜘蛛 蜘蛛就生小蜘蛛 蜘蛛就生小蜘蛛 蜘蛛跟蜘蛛走在一起后 就生一些蜘蛛跟蜈蛛的小杂种 我死定了 你兜了这么大一圈 究竟想说什么 如果太后可以帮小宝解毒 或是逼海公公帮我解毒 小宝一开心 血液就会从脚底板直冲喉咙顶 喉咙顶涌上左脑 左脑逼到右脑去 在血液循环影响之下 会把一切记起来也说不定 你这个小贼 偷得到四十二张金 怎不自己去偷解药 危险呢太后 万一偷到一半 那只老狐狸回来 小宝不就哪儿都去不成了 可是如果有太后支持小宝我 小宝就安心多了 你想我陪你去拿解药 群众 如果拿到解药之后 你交不出经书来 你会死得很惨的 那小宝就该死了 那走吧 等一下太后 太后 您恐惧开平寺的 这样会不会不太方便 要不要蒙一下脸 换她爱一点的衣服 我有更好的办法 太像了 真是太像了 太后您老人家 不对 您美人家 五官这么标致 藏在这么丑陋的人皮面具底下 会不会糟蹋了点 你要是再油枪划掉 就自己去找解药 休怪我不帮你 那就老老实实 你辆辆声帮我找解药 我辆辆声帮你找四十二张金 海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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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 这么快 你骗我 四十二张金拿来 找不到 小贼 你敢骗我 四十二张金到底在哪里 我明明把它放在床底下 不知道是不是给海公公发现了 所以 你找死 小心 易容术果然高明 居然扮得跟我一模一样 你到底什么人 原来是太后 你老人家深夜大驾光临 我真是有事远赢啊 你向本宫动手 知不知道这是死罪 明人不做暗示 明人不做暗示 你潜伏在宫中这么久 今晚要露出真面目了吧 海大副 你老了 你连本宫都不认得了吗 是吗 我认得的太后 温柔宛悦 鲜陷弱直 半年武功也不会 而你武功这么高 我海大副 虽然年纪大了点 老眼昏花 但是真假太后 我还分得出来啊 我不知道你再胡说些什么 不过你三番四次 来我寝宫偷金 今天晚上 我不会再放过你了 你现在还不是来我这里 墓地也是像偷金般了 大清宝藏的秘密 隐藏在八百四十二当经里面 你潜伏功诺这么久 目的就是为了偷金 海大副 你财迷心窍包藏祸心 对皇上跟朝廷都不恭不敬 难道你不怕我证明皇上 让你人头落地吗 怕 我当然怕了 我问你 你口口声声自称是太后 先帝顺治人在哪里啊 先帝顺治已经驾崩 当然是在天上做神仙了 哈哈哈哈 你还是谢底了 先帝他根本就没有死啊 他还没死 那他人在哪里 你连自己丈夫 是生是死都不知道 既敢冒充太后 我跟你本来河水不犯井水 但是你屡次用花果棉长 打伤我派去的小太监 花果棉长乃是神荣教的绝学 没猜错的话 你就是神荣教的妖女 不关你的事 好功夫 花果棉长果然名不虚传 还有金森所 齐步追魂江师长 好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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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突然晕倒呢 再比内功啊 别人打架不关自己的事啊 不要多事 小怪家 过来 过哪一边啊 过来 拿石头打他贴灵干 太残忍了 小心在那边贴药 男女瘦瘦不轻 要解药的话就打他 好啊 别听他的 解药当然在我身上了 找找到底有没有 不要乱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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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啊 小怪家 他在做什么 他走火入魔 走火 走火 他走火入魔 走火入魔会怎么样 会死 快点扶我去辞令宫 不然连你都会走火入魔 你先放手 我好怕 皇上驾到 不认识 不认识 我什么都没看到 没什么好说的 儿臣参见母后 皇上 儿臣知道有刺客 所以来看母后有没有受惊 有小柜子在 皇上不需要担心 小柜子 这次你立了大功 待会跟朕来一下 朕会好好赏赐你 谢皇上 朕会 陈长得 对 显得 不认识 你不要走 今天晚上留在这里陪朕 皇上要小宝今晚陪你 是啊 朕觉得好寂寞 你留在这里陪朕 我打呼很大声的 不要紧 朕喜欢听 我会踢背的 没关系 朕帮你盖 我睡觉 喜欢动来动去 没有关系 朕会按住你 这次惨了 朕说按住我 这次我一定失身 小金鱼 我对不起你 来 走吧 想死吗 奴才不敢 想睡了 那咱们去睡吧 奴才从来没有觉得这么有精神过 真的吗 上床睡觉吧 不是 你看看我 这里 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 奴才觉得皇上就是那种 你要说真话啊 真的啊 不要骗我 我没有说假话 就好像那些大臣一样 每天上场都跟我说假话 那些人啊 就只会拍马屁 不知所为 就是什么 迷失了自己 没有方向 说的也 都是这个样子 身体又差 牛嘴滑 牙齿又黄 胃又不好 说 我觉得你很可怜 继续说 还要 继续说 爸 说 你的父亲 你的父亲 把江山给了你 可是又不教你怎么弄 那是疼你还是害你啊 我们都那么高 那么大 我说年龄 你看我 我每天都那么开心 我住的是妓院 而你住皇宫 整天苦着一张脸 唉声叹气的 为什么呢 心知肚明啊 是你叫我讲的 是你叫我讲的 说的对 你知道我什么时候登基的吗 十岁 父皇驾崩之后 我就得要承受一国之军的头衔 压力很大 很辛苦的 很寂寞 我整天过着这样的日子 我整天都在做噩梦 看到那四个顾命大臣 扮成妖魔鬼怪 谋朝篡位 还有 吴三桂那个老贼 整天想要造反 想把朕拉出我们斩首 朕不能将祖宗的基验 白白地蹲送在外人的手上 朕一定要杀了他们 一定要杀了他们 还有 朕现在连母后是真是假 都分不清楚 朕真的是没用 皇上不是没用 是奴才没用 奴才帮不了皇上 不过皇上可以讲心事给我听 我可以保守秘密的 够了 小鬼子 夜后 你就是朕的朋友 现在开始 我们是平等的 起来 不行 不行 奴才不敢 不敢 不敢就是抗旨 抗旨就要斩 斩什么 斩你 斩谁 斩你 斩我 我没有听错 老是不答应 我才不斩你 你真的会斩了我 我现在立刻斩你 立刻斩就没话说 我起来了 兄弟 我就是要你这样 来坐 你吓了我一大跳 真的 是不是真的能做 你不要骗我 你随时都可以来这里坐 你是皇帝 高高在上 谁敢跟你做朋友 最惨就是没有真心话听 一个人没有真心话听 就会闷了 是不是说中了 你真聪明 干杯 你喝不过我的 我每天晚上都喝的 好啊 外面两位蠢蛋 我想朕可不可以 你要大声一点嘛 那帮朕准备韭菜 来 干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奴才遵旨 那你先睡吧 我走了 怪不得人家说半君如半虎 王上是不可能永远把你当朋友的 今天晚上很有可能是唯一的一次 小宝 你要记住 其实我很烦恼 只是你看不到 如果我也不开心 怕你转身就逃 爱上一个人 一定要让他伤心 这世界多么美好 对每个人都说还好 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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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需要明了 只要我对你好 这样的温柔你要不要 其实你爱我相信 扮演什么角色我都会 快不快乐我无所谓 为了你开心 我忘记了累不累 其实你爱我相信 任何的表情我都不能给 我在你身上学会 令人眼眉